东区海底隧道清晨5点起 实施不停车缴费二通行 行车大致畅信 工程车清晨5点洗过之后 二通行正式扩展至最后一条过海隧道 是东区海底隧道实施 驾驶人士洗经原有收费广场的时候 无需再停车缴费 可以直接洗过 隧道费会透过二通行收取 来往方向的收费侦测器 都是在九龙的一边 其中往港岛方向设在隧道管道入口 二通行下 往港岛和九龙方向的行车通道 分别减至四条和三条 早上未见有驾驶人士 在原油收费庭停车或者慢车 可信 因为今天是礼拜 人都没有禁锁出门 人手都很高兴 每个人在站几秒钟 不停就停车 很通信,没什么 有没有见到那些车收慢 平均速度那样过 五十多公里那样 现在全部摆在左边 但是要到很远才开始看到 箭嘴向左边 这样掃过去 我认为如果加多点指示 就会清晰一点 东瑞在午夜起分阶段封路做准备 到近凌晨四点 来回方向和知路完全封闭 更改交通标志和改道 原油化液通车到指示牌被撕走 人手收费庭也拥抱遮盖 处理运输署署署长李瑞珍等到场视察 随着易通行在东瑞实施 意味易通行计划第二阶段已经完成 政府年底前将会推行计划的第三阶段 在剩下的两条政府收费隧道 包括香港仔隧道和大老山隧道 实施易通行 持有政府隧道劝的人士 目前仍然可以在这两条隧道使用 也可以即日起至明年6月底 到设在全港八个指定停车场的 退款中心办理退款 无线电视记者张缘因报道